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云南的大理 今天我终于要出发了 在大理待了那半个月 今天跟师傅一起 我们前往一个地方 就是沙溪古镇 沙溪古镇位于大理和立江的中间点 我们今天选择走的路是高耸 今天是10月6号 也是高速免费的最后一天 趁着这一天我们走上了高速 现在发现反方向走真的 车很少 但这个对象来车 是从香格里拉 丽江 往大理方向走的 车会比较多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今天走的路程 大概有170多公里 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位于海东 大家可以看得到 海东这边这一段大立高速 到时候我们会往前面的 一个服务区停下 吃个早餐 看着远处 尔海啊 可以看得清楚吗 相对来说 视野比较受限 不是老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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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还有20公里 很快就到沙西谷镇了 累吗 累 累 累 这就是自动挡的好处 这就是自动挡的好处 你这车也有定速区 你这车也有定速区 那种 深圳那边好像有这种自动驾驶的 房车 不是 类似于计程车那种 对 然后 就坐后面 然后就可以送你到特定的地方 或者说那儿 房车啊 嗯 有分程式 嗯 来个自动驾驶 嗯 是不是想得特别美好 你觉得可以实现吗 在中国 上次要35年 35年 你想要那种车吗 我想啊 分程呢 解决了用性的问题 嗯 或者说是不是 车没电了 直接把汤机打着了 一会儿 二十度电吧 嘿嘿 二十度电就马里 嗯 是 有道理 那种比较好啊 气质 朋友们 我们准备到沙溪谷镇了 看这个牌 这边的风景都不一样了 下期 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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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第一次吃肉是不是 嘿嘿嘿 嘿嘿 会不会腻啊 不会 不会 不会出来玩的 不会出来玩的 那是 哇 看这旁边的花 还有旁边的这个水稻吧 黄黄的 风景相当的不错 风景相当的不错 而且好像没什么人的 是的 人少才好玩 哇 哇 啊 这条河突然让我想到了 桂林这个浴笼 也就是这样路 然后骑车 骑浴笼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小院子了 然后师傅先把房车给停好啊 停到一个平地去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出来逛一下 先浅浅的逛一下这个沙溪谷镇 然后接下来一两天还在这边了 然后我们今天随便先看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些建筑啊 风景 相当的不错 看这边啊 这边的一些建筑 都是那一种一层两层 物质砖稳结构的 特别的有特色 而且这附近有很多的民宿 都特别的小巧精致 很漂亮啊 看这边 这边是还在修起啊 这边有一条河啊 特别的雅致 特别的闲情易致啊 感觉在这路边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柳树 这算是沙溪谷镇的外围啊 外围的 嗯 算是外围 图城图包 对 这里 里边架头很高 是啊 你架头 嗯 里边一碗米线是大理工钱 8块钱 哎呀 毕竟这是个旅游地吧 今天是10月6号 看现在的游客还真是比较少啦 现在我们正在往古镇里面走 小潮流水 看这边 看很多饰品啦 嘿嘿 嘿嘿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朋友们 我还蛮喜欢这个小镇的 这个古镇 老实说比起丽江树河古镇 丽江古城 或者说大理的双廊 还有大理古城 感觉这边更有古朴的气质 主要是因为这些 这些房子 哎呀 你们发现 这房子都是那种皇民房 做老家的嘛 所以就跟 有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 看这边这一条小道 哎呀 真不错 很熟悉 这边的猫也好悠闲啊 这个画面好漂亮 从外围一直走进来啊 然后就来到了中间的一个小广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这个应该是在古代的时候 算是古戏台 然后下面都是看戏的人群 看这上面是一个舞台啊 然后旁边这边呢 房子 哎呦我的天啊 古戏台附近 肯定少不了的就是榕树 然后旁边有一些小吃店啊等等 中国要富强 民族要兴旺 人口要控制 看这边还有一些游客 我们往那边去看看啊 这边有一个简介 茶马古道 四灯街夜市 到1754年 还没有历史年代感哦 看这边有小姐姐正在拍照 哇 哇好好看啊 是的 古戏台没看错 清家庆年间 1795年到1820年 多次维修 精巧啊壮观 有三层是四个飞檐峭壁 峭角 歇山式建筑组成 看这上面的一些雕花 一些图案 哇很精美啊 不过应该是经过休息的 这边还有一座寺庙 叫做新教寺 看起来还蛮多人进去的 看起来还蛮多人进去的 看起来是什么 不过去的 这边 在这个地方 因为 这些东西 谢谢观看